书用卖一下写下成语 言为新生 稍稍转一下写饭了 宣纸呢也有正反面的 写方正一点 这个言字这里有点中心线 不要写偏了 包括这个口也不要写歪了 点完罩提完罩往下 正是连贯性的这两笔 这一块折下去的这一块呢 是有调缝的 稍稍笔竿转动了一下 大家可以回放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言为新生 然后再朝上 三点一定要写线 这个新字 言为新生 我好久没有写这个生字了 我能不能写好 我能写好久没写好 感谢观看 你看这种主右结构是有呼应关系的 倒不是说这里很长 那么这里就没有的 这里要么就不勾 要么就勾一点点就行了 当我写的时候呢 可能要稍便宜一点 这个整个这个耳朵 这个结构呢 还可以稍微往这边移动一点点 那就更好了 言为心生 言为心生 这几个字 我们就展示一下 如果觉得我拿哪个字写的不好的话都可以在我屏幕下方留言 提建议 评论 批评 都是可以的 那么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转发收藏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能够一起学习书法 一起学一起进步 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